欢迎您收听喜马拉雅FM 怪谈百物语 大家好 我是周六的当班主播 天忆 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故事名字叫 停尸房女尸 这是一个关于停尸间的故事 这是一个让我至今不能释怀的事情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离开了医院 离开了原本的工作 它对我的影响甚至到了现在 每一个晚上都能想起 08年 离开了学校 我被分到了一个乡镇的医院里 原本作为医学院高材生的我 本就不满意被分到这种地方 然而这里的人还相当的矫情做作 一开始对这个地方我就没有什么好感 上班也只是每天像是旅行职务一样 也不会和谁多数一句话 也许是这样孤独的表现 张院长觉得我很好欺负 于是院长给了我一个美差 每天晚上 检查停尸房 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 但必须存在的工作 停尸房虽然全都是尸体 可还是有可能被人偷窃 或者是破坏 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尸体是不是完好 数量有没有缺失 我是新人 熬不过谁 任务都甩在了我的头上 没办法 我只能接下来 我本就是外科医生 对于尸体虽说敬尾 但是并不害怕 都有些麻木了 刚开始的几天还很正常 我也就下班和上班的时候去检查一下尸体 每天尸体入库的时候登记一下 取走尸体的时候登记一下 在这停尸房里有多少尸体 我都能记住 我除了每天做手术之外 做的事情也就和保安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看管的是尸体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意外发生了 停尸房里少了一具尸体 取出记录中并没有那具尸体的信息 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毕竟我只是一个新人 尸体失踪 对于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 就算是对院长来说 也是很大的事情 我翻遍了停尸房的每一个角落 依旧没有发现失踪的那一具女尸 在我脑子里仔细地回忆着 我记得那具女尸是因为心脏病突发猝死 还没进行抢救 就已经确认心脏和大脑同时死亡 女尸保存得很完好 体表没有任何的伤痕 该不会是被哪个变态给偷走了吧 要知道这样的变态可有不少 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我们医院只能暂时停留尸体 家属或者火葬场一定都会来把尸体运走 我该怎么办 我想到脑袋都快破了 也是因为尸体保存得很好才麻烦 如果是跳楼的尸体 我可以用其他的尸体伪造 可是尸体保存得太好了 我连替换都没有办法 我蹲在停尸房的门口 有些不知所措 这个关系到我以后能不能回到城里啊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平时都忍气吞成上班 还能去见这样子事 现在已经是深夜十点多 我依旧没有离开停尸房 在我的眼里 我回到城里的希望已经被破灭了 为什么就是这么倒霉 突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周围静悄悄的 那脚步声我听得很清楚 难道是透尸体里回来了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站起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 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态 会对尸体感兴趣 这变态 我能不能对付 这是我现在思考的问题 就在我想着的时候 脚步声慢了下来 脚步声停到了停尸房的门口 之后 又是有了开门声传来 我摸了一下裤带 钥匙明明在火包里 带着一些疑惑 我慢慢把头伸出来一点 刚好可以看到停尸房门口 我看见停尸房的门口 站着一个女孩 背对着我 这女孩的身影 有些有些熟悉 她不是医院里的人 我仔细地看着她 越看越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 是的 我想起来了 停尸房走廊 是单射光 不是去光头 身在走廊里 是有影子的 可是她 可是她没有影子 我又想起来了 那个身影 那个身影 它就是尸层的那具尸体 我的心 就像是开了全速的法拉利 我感觉就像跳出来了一样 嘲声反应我见过不少 也知道 在后勤统一道 切断神经就行 可这尸体 都站起来活动的 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毕竟我是一个医生 也常常和尸体打交道 现在我还能保持一些理智 等到她走进了停尸房 我快速地从脚落里跑出来 然后跑进了医院的值班室 值班室里 一个人都没有 我看到两眼 又跑去了药房 药房里也没有人 整个医院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 医院的大门却是封闭了 所有能够出去的门 都被关上了 我在医院的病房里 和办公室时间 来回地奔跑着 直到我轻疲力尽 依旧没有发现 任何一个活人 我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我把手放进嘴里 咬了一口 或许是因为紧张 我这一口的力量 根本没有控制 鲜血不断地 从指尖滴落下来 还有感觉 不是做梦 现在我的心情 只有焦躁 恐惧 这样的情况 真的是连听都没有听过 难道我是第一个 或者说 遇到这种情况的人 都已经死了 我坐在左廊省 背靠着墙喘着气 看了一眼手表 时间已经到了 凌晨的一点 现在正是午夜 医院的灯光还算亮 我看了一眼窗户外面 外面又点点月光 等一会儿到了紫夜的时候 外面就真的一边漆黑了 我想了想 静止朝着窗口跑去 我所在的位置是二楼 跳下去也死不了 现在我的想法 就是砸破了玻璃 然后跑 打不了明天赔点钱就是了 然而就在这时 走廊上 再一次传来了脚步声 我穿过头去 赫然就看见 那个女孩脸上 露出了恐怖诡异的笑容 她找我靠近着 说是吃那是怪 我赶紧起身 一把绕着旁边的灭火器 便朝着窗户跑去 那东西 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图 突然就在后面 发出了异常尖锐的笑声 笑声一直传到我耳朵里 我的全身 像是被注射了麻醉剂一样 难道 难道我就要死了 我现在转过脸 仔细看她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是感觉 她离我越来越近 我终于 还是吓尿了 也许是我二十多年来 一直咳嗽自己的缘故 我的尿一出来 她就像见了什么 很恐怖的东西 直接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带出了这一瞬间 恢复了力量 一个箭波冲出了窗户 灭火机一扔 砸开窗户 直接跳了下去 黎医生 黎医生 快醒醒 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人在叫我 我睁开了眼睛 叫我的人 是这里的医生 我看了看她 然后看了看周围 我怎么 还在停车房的门口 看我醒过来 她松了口气说 哎呀 刚才陪你检查尸体 一走到停车房 你就晕了过去 哎呀 你看你 晕过去 小变动实际了 我还以为你是犯病了呢 听她这么一说 我摸了一下裤子 的确是是的 我抬起手一看 指尖还有血迹 牙痕还在 这一生 我能感觉到她的温度 她是人 可是 究竟 谁才是猛 谁才是真实的 好 到这里呢 停车房女士的故事 就为您讲说完了 我是天忆 感谢您收听 感谢您收听 怪谈百物语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